而事实上为在农地重化区内的永兴村缺乏农水路 再加上区域内耕地破碎 不利于扩大经营现代化的机械耕作 这一次也就特别透过土地重化 能够改善工作环境以及公共设施 也能进一步的来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 30年来花莲县未办理农地重化 106年由吉安乡永兴村地区的农民提出申请之后 在历任乡长以及重化区内的农民努力之下 排除万难 由内政部与农委会核定之后 花莲县政府办理工程发包施工 让以往的农路碎石路面 经由土地重化之后获得改善 像我们农地重化区 其实以我的左手边这边来看 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农路 跟这边来做一个对比 其实它的一些进去的路 跟一些水浸的一个灌溉的 还有排水的系统几乎都是没有 我们原来重化前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通过农地重化 把这个状态变到这个状态 刚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这个刚好就是在旁边 我们在一个重化的边界上 来做一个简报的说明 所以我们的缘起其实就是 早期就是每年就是内政部有通知我们做一个 那个征询 乡镇市公所一个征询说 哪个地区需要办农地重化可以报上来 那刚刚好就是在我们 黄新黄议员在当乡长的时候 他还蛮配合我们 做这个农地重化 然后以至我们从没有到开始 能慢慢慢慢能够累积从 虽然是第一次报44公顷 但是因为44公顷的意愿不是很高 我们从中间抓了 就是中间这个部分 统一人数比较多的部分 然后我们去做意愿再去做加强的征询 40公顷的重化区内 上有13公顷未进行土地的重化 地震处重化科也表示 希望未来农地重化可以以此案例作为标杆 来提升农地周边公用土地的调整与合并 分配林路与灌溉排水沟的使用布设 消拟产权纠纷 以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环境 记者林杰吉安香采访报道